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,赵雅芝是如何60岁仍然不衰老? 对于这个问题,赵雅芝早就回答过了,他说,我已经老了,早就配不起美人的称呼了,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觉得我依然美丽,我已经60多岁了,早度过属于美丽的年代了,如果说我现在还不丑,那也只是化妆品的魔力吧。 其实我想,美丽就是一种平和,自然的心态,即便不是一个天生励志的人,只要拥有这样乐观,健康的心理,也一定会很好看,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老的人,只有不老的心态。 一,生活中,经常会听到有人抱怨,我年纪大了,不适合做某种事,我年纪大了,学不了什么东西了,我年纪大了,再也折腾不起来了。 这部机让我想起了清单人生里的主人公,又十三岁,坏老太婆,主人公布里特玛丽,是个极其不趣的老太婆,因为她不允许自己的生活有任何的波澜,每天六点准时起床,十二点必须用餐,从不得天黑后出门。 床单整理的一尘不染,否则就不是把名人的做法,她有许多许多清单,甚至有一张记录所有清单的清单,以保证她和丈夫的太平时自幻无一失,可人生总是戏剧性的。 丈夫出轨,让她对美好婚姻的期待,删成了无从清理的碎片,无奈的她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,选择了离家出走,为了糊口,她接受了一份看管废弃娱乐中心的工作,来到小镇伯格,可迎接她的却是一只砸下脑门的足球。 从此,一群野孩子,小混混,酒鬼和一只老鼠,将她的生活绞得鸡犬不明,然而,人生却在失控中,获得了新的选择和新的期待。 作者巴克曼说,她想要通过这样一个故事,告诉每个读者,人生中有一种艰难,是手气,无比熟悉的生活,重新开始。 二,前段时间,83岁青黄奶奶,被爱与40万年新增强的消息刷爆网络,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件事,人生,没有太晚的开始,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。 76岁,76岁学画,80岁成名,享年101岁,一生留下1600多幅画的摩西奶奶,76岁,还是一名农夫,没有任何绘画基础。 80岁举办个人画展,却轰动全球,94岁以画家身份,登上时代,生活中开的封面,纽约州将她的声誉,命名称摩西奶奶日。 美国总统肯尼迪称其为深受美国人民爱戴的艺术家,人到底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,并没有谁明确规定。 如果我们想做,就从现在开始,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。 三,当外界的无数种声音在催着你变老,你要做的就是按部就搬带过好自己的生活,不具变老,不具年龄所给你带来的恐惧。 著名主持人静义丹,40岁才去学驾照,并开始主持焦点访谈。 当岁月追逐着她的脚步的时候,而她也在奋力追上时代的步伐,今年已过六旬的静义丹退休了。 镜头下的她仍保持着青春活力,与年轻人一起做公益。 60岁,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,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。 年龄不是问题,只要你敢,去奋力甩掉进步你的所谓的熟悉生活。 青丹人生,也许你读过外婆的道歉信。 那你一定知道我说的,读完后大哭着笑,或者大笑着哭的感觉。 即便你没读过,我保证在青丹人生第一章之后,你会爱上这个63岁的捕坏女人,因为她真的太好笑了。 外婆的道歉信。 这本书里有个活泼过头的外婆,她带着七岁的外孙女,爱沙叶创动物园看猴子,用使球打警察。 开车时一边抽烟,一边吃烤肉,用膝盖控制方向盘,给雪人穿衣服。 让邻居误以为有人从阳台上憋下去,敞开睡衣,站阳台上,用彩蛋枪射击推销员。 从一家头黄色购物大,甚至在男护士身上开游,关于外婆的每件事都让人气好气又好笑。 或许你会觉得这个没正经的外婆简直太疯癫了,但她却是爱沙心中的超级英雄,因为为了外孙女她不惜与世界为敌。 然而有一天,外婆因为爱症不幸去世了,留给了爱沙一向兼具的任务,送道歉信,跟着爱沙的脚步。 关于外婆以及更多古怪的邻居们的故事会逐渐展开,你会爱上这些贫乏,有缺点,被命运伤害,但依然可爱的人,她们让你想起生活本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